美国洛杉矶温州商会日前举行第六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现任会长刘凌春与现任会长许旭生进行了交接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侨处主任王琦和领事安明栓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法官周本利 盛盖博士市长丁严瑜、核套市市长吴立伦 亚开地亚市议员王爱玲以及南加各界代表温州籍人士近300人到场祝贺 洛杉矶温州商会是由31位在洛杉矶经商的温籍企业家创办的商会 成立18年来,商会积极为会员创造商业机会,提升温州商人形象 同时也关心家乡发展并慷慨捐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灾群体 努力促进中美经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国会议员赵美新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南加州、温州及侨胞 对当地经济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中领馆乔务处王岐主任也代表总领馆 向温州商会第六届理事会就职表示祝贺 协任会长刘春林表示 2018年3月第五届理事会换届之日 商会在洛杉矶举办了首届北美温州人大会 开启了世界温州人大融合大发展的新篇章 近年来,商会理事会致力于促进中美贸易交流和经济活动 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时刻牵挂祖籍国的发展 希望商会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可以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许续生在发表就职感言时 回顾了他的留学经历和从商经历 感谢洛杉矶的几位成功的温州商人 让他有机会开始从商之路 我希望我现在是一个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也是一个合格的温州企业家 希望未来我自己能够做一个合格的温州商会的会长 带领我们温州人,洛杉矶的温州人 在美国砸根,在美国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融入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 就是为我们的这个中美的贸易做出贡献 也为家乡的建设繁荣,也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丁岩宇,吴立伦,王爱玲,盟市前市长林达坚 以及侨界代表邵文,李社朝,林光,林选栋,成员等先后致辞 并颁发贺状 浙江省温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侨务办公室及全球各地温州商会都发来贺电及贺信 在就职典礼上,会长徐徐生还向荣誉会长,名誉会长,李氏及商会的主要干部颁发了聘书 凤凰卫视,唐子如,洛杉矶报道